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OK 那很多学生都会问 到澳洲有什么热门的科系可以念 我们把所有热门科系分成 左边是大学研究所来 右边是技职专科类 OK 我们来highlight一下 大学这边有什么可以选的 一般呢我们常听到的 移民相关的课程或是热门的课程 比如说在澳洲很夯的 比如会计啦 IT啊 或是工程或是他的护理师 那近期很多学生在问的 可能包括社工 幼教老师 然后环境工程或是制图师 这些的面面俱到的课程 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移民清单上面 可以申请4-5签证的 那右边我们看到的是 技职专科类的热门科系 一般我们这边最多学生问的 可能是厨师 幼教中心经理 然后还有木工 还有气修 还有甜点 这些课种呢 它基本上只要花两天时间 就可以念完 而且你在澳洲可以拿到一个 合法就业的执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专科的体系 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刚以上念完那些课程 都有资格可以申请的一个签证 叫做485毕业生工作签 什么是485毕业生工作签 其实这个签证很简单 白话我们就是说 澳洲政府送给国际学生 在你们念完书之后 可以多让你们留在澳洲几年 可以继续累积工作实习的经验 你也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那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澳洲现在是一个大福利 澳洲的话是非常好的 你只要念完专科 移民类的专科 念完两年 送一年半 念完两年以上的degree课程 你可以最多拿五年的毕业工作签 好那你会问我们说 那拿这个485今天拿那么久 到底要干嘛 好我们来想象 发挥你的想象力可以干嘛 第一个拿到485工作签 你可以累积你的实战经验 工作实习的机会 第二个你可以疯狂的打工 就当你打工度假 多了五年这么久的时间 第三个你可以疯狂的玩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你拿到这些工作签证 你可以继续累积你的移民加分资格 这对你们的未来申请PR都有帮助的 那当然有些学霸是想要继续学习 那也OK咯 或者说想要找到一个真爱 那也可以咯 紧接着我们介绍一下485签证 485签证有两大类 左边叫做graduate work stream简称GW 右边叫post study work stream 叫做PSW 好这两个stream最大的差异就是他念的课程的种类不同 基本上都是念两年以上或是两年 那但是左边的GW他只需要念专科 右边需要念到本科以上的学位 OK 那当然因为你付出的学习跟努力跟你的学费 也有落差 好我们简言之就是念完专科的学生 你毕业后只能申请一年半 18个月的毕业工作前 但是你念完degree课程 你一律可以申请量 两年到五年的长度 那我们下面有highlight哦 香港学生现在有一个大福利好康 就是不管你念的是左边的专科 还是右边的degree 通通一律毕业之后有机会拿到五年的工作签 好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说明一下 是吧工作签证的申请资格 好前面我们讲过了 两种stream不同的差异在他念的课程的等级是不同的 但接下来我们来看雅士成绩 两者一律都是均分六 单科不得低于五 然后申请时间是毕业后 六个月以内要递交申请 申请地点必须在澳洲 那拿到的签证长度有所不同 GW String的学生毕业后18个月 GW String的学生你二到四年 然后如果你刚好又在偏远地区 偏远地区的校区念书 这个二到四年你可以再加码二千一年 所以最多就是三到五年的工作签 OK下面highlight 港人一律毕业拿五年 直接拿 好了讲完那么多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什么是次把我毕业生工作签证 那我加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很多人会问说什么是职业评估 OK因为刚刚我们讲座里面有提到职业评估 那我短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要做技术移民 要移民澳洲之前 一定要了解什么是职业评估 它就是在认证你的所缺 跟你的经历是完整的这个评估 那这个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流程里面要做呢 第一个步骤你要先完成你的学业 当然念完书咯 然后念完书之后 先做一个职业评估的预评估第一步骤 紧接着申请到四八五签证之后 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职业评估 最后呢 你做完完整的评估之后 再去送入政府的EOI 就是移民的一个积分系统里面 去打分 你的分数到了 你就有机会可以拨要移民 所以对于有兴趣 有梦想想要移民的同学们而言 一定要了解什么是职业评估 拿到职业评估之后 你再去了解所有相关的签证的知识 那么你离移民的梦想就不会远了 好 把我十八五签证 你才有机会移民澳洲成功 祝大家移民澳洲成功 这是我们今天想做 如果你有想了解澳洲的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留言串下面留言哦 或是你可以私讯我们的粉丝团小编 或是加入顾问的账号 随时都可以替你解答 谢谢你今天来听我们的分享 下次再见